天使有异动 苏苏 爹爹 你立即终于成功了 我不能留下 我必须要找到她 可我要该去哪里找叶修呢 由罗芸汐 白鹿领衔主演的仙下剧 长月静明正在播出 欢迎订阅 每日解说精彩剧情 离苏苏醒来后 是历劫归来 所以这一世已经被改变了 此时平行时空的离苏苏依然存在 由于这个原因 离苏苏在出生后 天生魂魄魄不全 当夜西武死时 原神也终于回到500年后 可是因夜西武被谭台镜所魂丢失一魂 离苏苏还是成功回到仙界 在得知改变命运后 离苏苏暗暗高兴 因为时间逆转 只有离苏苏之小旧事 刻骨铭心的记忆 也让离苏苏难过伤心 不过在看到情人师兄弟们安然无恙 慢慢地忘却谭台镜 又成宗门小师妹 不曾想一次仙门大会命运迟了逆转 离苏苏在与至爱之恨的谭台镜 两人四目相对爱恨交错 一切都再不严重 无奈离苏苏已经有了婚约还是大师兄 直接狠下心来默默离去 而谭台镜一开始还不知她是夜西武 但当离苏苏说出此话还有眼神 谭台镜好像明白了一切 急忙追赶 可离苏苏就是故意躲着见谭台镜 而谭台镜站在天空对着离苏苏大喊 我已经找了你五百年 我愿意失去一切 欣然的离苏苏被谭台镜感动 不料谭台镜魔胎暴露三界四周大乱 离苏苏被迫与谭台镜决裂 而且公也既无畏就离苏苏差点生死